我是一只蜗牛 我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甩掉背上沉重的外壳 于是有一天 当夜空中沉睡的星星 还未被黎明的第一道阳光唤醒 我便踏上了寻找梦想的征程 我开始流浪 带有最初的梦想 这个世界又是太荒凉 我希望去一个永远不会失望的地方 一个沉重的外壳 里面装着太多的希望跟幻想 天地太大 我太渺小 仿佛间 我失去了方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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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忍 仔细瞧瞧 找到属于自己的镜子 并不容易 茫然间 想起小时候 妈妈说过 在太阳升起的东方 有一片叫海的地方 那里是一个寻梦的地方 所以 我有了目标 朝着海的方向 寻找梦想 多想哭 那些纵横交错的路 就像这生命虚无方向 抱起我 抱起我 直到我有一种 好往走吧 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 记住你以后要好好地学习 不然长大了 就只能像他一样 可是那个大姐姐听着好认真 抱起我 直到我有一种 温暖的感觉 我背着沉重的外壳 我高山 躺过流水 看花开花落 云卷云疏 终于 面朝大海 我用弱小的身躯 吶喊出我的梦想 嗨 不起一丝波澜 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我依旧向他吐露内心的梦想 激动地任由眼泪冲刷我的面孔 我背着重重的壳 开始走在一个人的街上 缀起来 t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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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哎 看 就是这儿 给我唱个歌吧 我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 你也在流浪吗 算是吧 那你要去哪儿 随便吧 买一张车票去哪儿都可以 你不回家吗 如果有家 我一定会回去 可是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你跟我不一样 有家的话 就回去吧 可是你知道吗 我爸爸竟然以为林希是个科学家 可是生活中一定还有比唱歌更重要的东西 唱歌就是我的一切 还记得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吃晚餐 家里的灯光是那么温暖 我转过头 再一次观察着我想丢弃的包袱 蜜黄色的外壳在阳光的照耀下 发出点点金光 我第一次感觉到 她也是挺美 云游游长天外 天蓝蓝孤岛边 别离彼乡巨难 细雨有隔两半 天之亚海之桥 到时寻常一股彩 那些年痛彻心扉的片段 那时候有天有淡淡的爱 今天呢可能是有些紧张 你的音色很好 但是你没有让我感觉到你的这个歌曲啊 唱到异境当中去 歌曲最重要的是什么 应该是灵魂 如果你的歌曲中融入了灵魂 才能让所有的听众感动 但是呢刚刚听完你的一个演唱 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给你感动 你的唱功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出你有一定的这个演唱的基础 有经过一定的训练 但是 我有一个问题 加 什么是加 你在唱这首歌之前 有没有好好地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 你的这首歌唱的是归途 但是在整首歌中 我都无法感受到你对家的这种思念的情愫 我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暂时来看完全不适合 继续进行演绎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想也许你在打好你演唱基础这个功底的同时呢 也应该尝回家看看 去感受一下这个家的温馨 小伙子 你来了 请进来 来 这是我宝贝儿子 哥哥好 好 宝贝快许个愿吧 来 我要当个歌唱家 哎呀小导蛋 这愿望说出来才就不灵了 我们一起吹蜡薯吧 好吧 来 想家了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 可是家里不同意 一气之下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可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子欲养而亲不带呀 妈妈妈妈 你在跟哥哥说什么呀 没什么 跟妈妈一起跟哥哥说加油吧 加油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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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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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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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尝回家看看 去感受一下这个家的问题 儿行千里不带忧 子欲养 而亲不带养 有家的话 就回去吧 现在的我 已不再为背上的外壳感的忧伤 我知道 与其说它是一个包袱 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家 随时背着的幸福 因为梦想一直在我身上 云游游场亭外 天蓝蓝无道别 别逆比相聚难 既女有隔两半 与别人心事难忘穿 就连心里也孤单 为生太多难忘怀 不如微生使唤 天之涯海之交 当时寻常已不在 那些点风吹心飞的语言 很多话还不知怎样对你讲 你真是瞧不起我一样 你跟我不一样 如果你还父母在的话 你跟我不一样 好啊你 生活中一定还有比唱歌更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跟ienen 语言 哥哥说什么呀 没什么 跟妈妈一起给哥哥加油吧 哥哥加油了 我还痛痛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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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宝贝 娶个愿吧 我要当个歌唱家 小小蛋 小小蛋 很多花 你干什么你 你很奇怪 给我唱个歌吧 我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别看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所以重新来 找你 我是一只蜗牛 我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甩掉背上沉重的外壳 于是有一天 当夜空中沉睡的星星 还未被黎明的第一道阳光唤醒 我便踏上了寻找梦想的正常 我开始流浪 带有最初的梦想 这个世界又是太荒凉 我希望去一个永远不会失望的地方 一个沉重的外壳 里面装着太多的希望跟幻想 天地太大 我太渺小 仿佛间 我失去了方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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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望 跟幻想 暗音音响 声音观一下 音乐 声音声 声dang 子细不瞧瞧 找到属于自己的镜子 必不容易 茫然间 想起小时候 妈妈说过 在太阳升起的东方 有一片叫海的地方 那里是一个寻梦的地方 所以 我有了目标 朝着海的方向 寻找梦想 寻找梦想 多想哭 那些总横交错的路 就像这生命虚无方向 抱紧我 抱紧我 知道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 记住你以后要好好地学习 不然长大了 就只能像他一样 可是那个大姐姐听着好认真 抱紧我 知道我 知道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背着沉重的外壳 我背着沉重的外壳 我高山 躺过流水 看花开花落 云卷云舒 终于 面朝大海 我用弱小的身躯 呐喊出我的梦想 嗨 不起一丝波澜 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我依旧 向他吐露内心的梦想 激动地 任由眼泪冲刷我的面庞 我背着重重的壳 开始走在一个人的街上 好 喂 你好 喂你好 请问 是您这里需要那个音乐家教吗 是这样 我儿子快过生日了 整天幻想着有个大歌星 可以专门为他唱首歌 阿姨 您是想让我假扮成某个明星吗 不不 做你自己就好 我只是想尽量满足儿子的生日愿望 这